据统计,全球高达95%的提款机使用Windows XP作业系统 不过4月8日起,微软就将停止Windows XP的支援与更新 许多还没升级软体的银行现在都在赶着与微软协商 以便在期限过后还能获得系统支援,确保系统安全 虽然早在2007年,微软就提出警告 不过全球仍有许多提款机还没有完成升级作业 为了确保提款机不被病毒或骇客入侵 许多银行在完成升级前都与微软签订保固合约 但期限过后,银行与微软的维护合约就需要另外付费 英国5家最大的银行,包括莱斯银行、苏格兰皇家银行、汇丰银行等 都与微软协商延长维护合约 美国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大型银行也在进行系统升级作业 金融软体服务商Sungard金融服务部门主管亚瑟亚表示 英国大银行进行这项作业的金额大约会耗资1亿美元左右 有些银行则趁着升级提款机软体时新增服务 例如加入机器识别晶片卡的功能 拥有近2万台提款机的摩根大通 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升级成Windows 7 除了加强系统的数据加密 还希望能降低系统维修时间 新厂的电视黄杰编译